其實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有沒有各位可以看到 雲端上面的第三個單元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 主要是利用range 因為range前面我們只有加 本來只有加兩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是開始 第二個數字是停下來的位置 那其實它還是可以加第三個數字 那所謂的第三個數字 其實意思是叫step 也就是說它 需要間隔多少個數字 預設的話是1 也就是說預設你不將就是1 1下一個就2 2下一個就3 可是如果你希望讓它跳兩個 1下一個就3 再跳兩個就變5 再跳兩個就變7的話 那你可以在後面加一個參數 就是豆點2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有沒有 1下一個就3 然後跳到99停下來 就沒有了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利用step 幫我把奇數的部分產生 OK 那偶數怎麼辦 偶數很簡單啊 偶數開始直就是為2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為2嘛 然後一樣呢 間隔兩個 那先從2開始 跳兩個那就4 跳兩個就變6 所以其實用方法2的話也是一樣可以幫我把奇數跟偶數分別加在一起 那只是說方法2的話有個缺點 變成說你奇數要跑一個回圈 偶數又要跑一個回圈 OK 所以變成說你要跑兩個回圈 那到底哪一個比較OK 其實當然 兩個我是結果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至於哪一個效率是比較快的啦 不過看起來 當然跑一個回圈效率會稍微快一點點 不過快多少 可能相差百萬分之一秒 那其實沒差啦 所以剩下來就是 你看前哪一個你覺得 比較好記 那你就記哪一個 OK 所以有時候其實像我的習慣是 一個問題解決的方法會寫好幾種程式 然後最後挑一個哪一個是最精簡的 把它做這個呈現 所以有的時候啦 這個還是要稍微動彥 那兩個其實我覺得OK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 在回圈裡面會常用到的 還有一個敘述叫brake brake的話顧名思義啦 有點像煞車一樣 如果說呢 你希望程式 跑回圈 回圈的話就一直跑跑跑 可是他如果還沒跑到 的時候呢 你希望他離開的話 那你就在 你的程式裡面 只要加一個敘述叫brake 他如果看到brake的話 那他就離開了 比如說哪個地方可以用到 還蠻多地方可以用 有點像是 回圈有點像是油門 一踩一直跑一直跑 但什麼時候讓他停下來 就是brake OK 所以呢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把程式改成 1.1000好了 可是實際上你只需要讓他跑到99就停下來的話 那可以怎麼做 很簡單嘛 你在回圈裡面一樣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I的值 假如大於99 什麼時候大於99 100嘛 當他是100 I等於100的時候 那叫brake 那意思就是說 他到100的時候呢 他會先遇到brake 意思是說brake會怎麼樣呢 那就會跳離 目前的回圈敘述 就是把4 跳到這一個 所以會直接 直行print這個敘述 他 後面就不會再跑了 OK 所以brake 還蠻好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底下還有一個敘述 其實也還蠻重要的 叫continue 這continue什麼意思呢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跳過 意思是說看到continue就跳過 跳過的話 就是說他不會去執行下面的敘述 所以呢 如果說假設 我們這個地方有個continue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敘述說如果說I的詞 能夠被二整除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偶數的部分 等於0 那continue意思是說他不會執行下面這一行 而會怎麼樣 會跳過 也就是說 得到的結果呢 那就是基數的結果 而不會是偶數的結果 OK 只是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用continue來寫敘述 感覺好像把程式寫複雜 有沒有 所以跟各位講 我用到continue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少 少到幾乎從來沒用過 為什麼 因為同樣東西幹嘛寫成這樣 有沒有 雖然說我這邊結果 程式的結果是基數的結果 但問題你把程式寫成這樣 好像反而閱讀性更差 OK所以跟各位講 continue我非常少用 幾乎沒用過 OK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真的不太好用 當然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 假設你很習慣說 哪個東西我想跳過的話 你寫個continue 只是說 我自己是不太習慣 OK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肯定的敘述 再來的話 底下 還有一個練習題 也是針對 剛剛的4回圈 不過這一題的話難度就比較高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請各位幫我寫一個99乘法表 這個99乘法表的話 各位 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前面的這個數字 前面的這個數字 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呢 會 前面的這個數字的話呢 他其實跟列有關 有沒有 往下 只要往下增加 他前面這個數字 就加1 那後面這個數字的話呢 就是 往右的話呢 每跳一個 就加1 OK 所以 1乘上1 等於 那這個最後的 1就是兩個相乘的乘7 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好像前面這個數字 如果以那個 小學數學好像前面那個數字 好像叫乘數 還是前面是被乘數 後面一個乘數一個被乘數 有點忘記了 不重要 反正就是 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就是乘7 那中間的 空白部分 這邊我是用一個Tab Tab的話 特別注意喔 Tab我們按 那個 鍵盤上Tab鍵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在程式裡面喔 那就用拖曳資源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拖曳資源裡面如果要輸出 那個Tab的話 就是反斜線 反斜線T OK 所以我們如果要輸出一個Tab 那就是在 資料跟資料中間 加一個反斜線T 欸 可是這個地方呢 我要怎麼樣喔 可以輸出98表 那其實跟各位講喔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對不對喔 實際上喔 最後寫出來的程式喔 只有四行 也就是說呢 但是必須要兩個回圈啦 一個回圈 決定前面的數字 一個回圈是決定後面的數字 然後把兩個數字相加就可以了 所以也許啦 前面那個數字假設是I 後面那個數字假設是J 有沒有 那就把I跟J相成 那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至於喔 要怎麼寫喔 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喔 寫出來 那表示 你應該回圈沒問題 如果寫不出來沒關係 待會我會說明 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九九層標表的部分 我先試試看喔